成神后的唐三挑战千润雪 千润雪何在 海参唐三在此 千润雪何在 海参唐三在此 千润雪何在 千润雪 在此 唐三淡然一笑 手中海参三差击 横指身边 千润雪 今日一战 你我必将分出胜负 你认为武魂帝国还有机会吗 就算你我无法影响到下面的战场 贾灵官也必破无疑 你应该看到 我们史莱克奇怪的其他几个 都已经提升到了封号斗罗纪约 更有两人突破了九十五纪 你们武魂帝国手军 其实已经下跌 这场战争已经再无任何悬念 贾灵官一破 背后的武魂帝国领地一马平川 天主帝国与星罗帝国的争力 一旦跪合 就是武魂帝国灭亡之日 要战便战 好嘞 什么时候变得废话这么多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 就算是你打算用了武魂帝国 也是不可达 你根本做不到 不惜你可以试试 这里已经是万米高空 距离太阳越近 越适合你吸收太阳真火的力量 我既然敢来到这里跟你战斗 就有必胜的把握 战场放在对你最有利的地方 才能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你说是不是 千人雪再也承受不住唐三的刺激 背后的太阳真火瞬间凝聚成一柄 巨型天使圣剑 直奔唐三赶来 千人雪 论心智 你终究还是少许一筹 蓝光一闪 巨大的天使圣剑下 唐三的身体支离破碎 化为乌有 但是千人雪清晰的感觉到 那只是一个用水组成的唐三 千米之外 真正的唐三 优雅地漂浮在那里 轻轻地拍动背后的海神八异 就像是戏耍一般 注视千人雪 怕了 怕了 这个字应该出现在你心中才对 结我一级 千人雪立刻意识到 自己上当了 先前唐三所有的废话 都是为了营造气氛 引入自己上当 此时此刻 最麻烦的是 千人雪刚刚发动过权力一击 虽然在与唐三说话的过程中 他自身神力正在迅速恢复 但毕竟暂时还恢复不到巅峰状态 而唐三这一击 明显是叙事完毕 全力爆发出的攻击 可千人雪明知上当 却没有任何办法 唯有硬拼这一击才行 天使圣剑脱手而出 与海神三叉截的主任 碰撞在了一起 一连串刺力的火星迸射而出 当最后一重力量爆发的瞬间 千人雪的身体 已经被那恐怖的神力 整得倒飞出数千米 而海神三叉截 也在空中滑出了一条巨大的弧线 重新回到唐三手中